嗨 今天就是生同愛食 今天我就吃印度飲料 印度飲料其實是一個我都蠻喜歡吃的菜式之一 但是不好意思 因為我沒有夾咪 所以你會收一些故意景聲 就跟大家說聲不領事 那我今天想示範一下 如果你生同愛食的話會怎樣吃 你會覺得印度飲料都很難爭取的 事實上是的 如果你要按照傳統的方法 即是如果你有吃那些餐 包 那你就會很難爭取 或者再加上飯 因為印度飲料是出名高級 所以他們國家的糖尿病也是相當高 是全排比例高的地方之一 你可以不用這個方法 你可以吃很美味的咖喱 但是不用餐 或者不用飯 那我就讓大家看我吃什麼 那大家看一下 那這裡有一碟是羊 就是炆了的羊肉 它裡面有薑 洋蔥 然後有一碟是蔬菜 這個就是奧拉 抽菲膠番茄 然後這裡有一個小沙律 非常之小的 然後這裡就是很多種不同的 有些人會問一個問題 就是我只吃這些蛋白質會不會太高 蛋白質會不會太高 蛋白質可能會很傷腎嗎 這個我之前有做過解釋過 其實就是沒有任何證據顯示 如果你的腎功能本真是正常的話 吃高蛋白質是會傷心的 它沒有這一點的 那前提是你的腎本真要有事 那你吃高蛋白質才會有問題 簡單來說 正常人心臟健康 多喝點水當然是好 每天都要喝百杯水 但是如果你本身有心臟衰竭的話 就不可以喝太多水了 大家明白這個道理嗎 所以前提是你本身的腎功能 要有問題 你才不能夠吃 如果不是的話 蛋白質多多益時 OK 另外我會加這兩支油 你看我隨身攜帶的 上面的支是印加果油 那印加果油呢 它的Omega-3是佔到48%的 是稱為陸地上的沙文魚 因為它的油的比例是原味 非常之美 還有很高的Omega-3 其實有一個說法 有一個說法 就是說 那些人如果是心血管疾病 叫白痴 到底是一個好的predictor 就是預計它能不能傳活下來 其實是在血液裡面的Omega-3含量 所以你看我今晚沒有吃到魚 我就會帶這支出來 因為我要確保我有足夠的Omega-3 Omega-3的益 就是我們身體裡面過多的慢性發炎 很有幫助 另外我就加了C8 MCT油 但是這個也就是所謂的Bullet Proof Oil 它就是拿MCT裡面最美的C8 不是C8 C10加C12 它只是C8 因為外面的MCT其實是有齊C8 C10 C12 但是這個是抽到裡面最美的 那我待會吃東西的時候 我就會把這兩支油撕開 然後倒進食物裡 我就會有足夠的脂肪和蛋白質 會是身體所必須的能力